好 那 我们之前讲到 上一课讲到单纯的疑问句 现在讲到二选一的疑问句 二选一的疑问句 好 那我们举例 说我是男生 那刚刚的时候我是男生吗 对不对 好 来 那就是主词 B动词在前面 B动词加主词 加什么 名词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 很特别 这个字 OR 这个OR是什么 或者是 有没有 或者是什么 再一个名词 知道吗 这个OR 上的意思是或的意思 那它是连接词 连接前后 连接谁 有没有 这是名词一 这是名词二 连接词 连接了前面一 连接了前面二 把两个连接起来 那里面 名词一跟名词二里面选一个 这样知道吗 好 那我们就来举例子 好 一样 延伸这个 我是一个男生 那这样说我是男生吗 对不对 上一集的 有没有 那么变成什么 我是男生吗 am i a boy 有没有 am i a boy 有没有 加上OR 有没有 OR拿下来 OR 或者是怎么样 a girl 有没有 名词 这是名词一 a boy 这是名词二 a girl 有没有 名词一 对不对 OR写在这里 或的意思 有没有 好 am i a boy or a girl 我如果穿得很中性的话 我是个男生 还是女生啊 给你猜 am i a boy or a girl 有没有 给你猜 好 这是二选一 好 那边的发音要注意到 这边 请注意这个男生的话 来 am i a boy 这边要上声 or a girl 像这样 好 疑问句 am i a boy or a girl 或者是女生 了解吗 好 那如果说 你要回答 要怎么回答 am i a boy or a girl 有没有 你要说 我是男生嘛 对不对 所以直接讲 i i am a boy 我是男生 选 两个选一个 一样 要有主词 要有V动词 要有名词 知道吗 这是完整的回答 yes i am boy 当然你也可以讲a boy 可是完整的讲 i am a boy 我是男生啊 对不对 你猜错了 我是男生 两个 里面 选一个 知道吗 好 好 那 如果是这样 有没有 好来 两个选一个 那包括这边也是一样 好 那 一样啊 现在只是把它转换一下而已 好 好来 这边是不是 我们把这边操掉啊 因为句子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就把这边操掉了 然后呢 现在讲这边 是不是 所以要怎么 助动词 助动词 加上主词 加上一般动词 加上名词一 好 加上or 或者是 加上名词二 然后呢 问号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例子 助动词嘛 啊 一样 我喝牛奶 有没有 Do I 我是喝牛奶 还是喝那个什么 给你猜一下 好 Do I 主词嘛 drink 有没有 名词一 milk 或者是 or 什么 这个 名词一 名词二 名词二 有没有 或者是water 问句 我是喝牛奶 还是喝水呢 给你猜 有没有 那一样 它的音调 它是正音一样 Do I drink milk or water 有没有 那两个 选一个 对不对 我是喝牛奶 还是喝那个啊 好 回答一个 有没有 那变成我问你啊 你 你 你猜想 给你猜想 我是喝牛奶还是喝什么 然后你就说什么 you 有没有 drink milk 你喝牛奶 这样知道吗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回答 把you改成什么 我自己回答有没有 我自问自答 drink milk 也可以 知道吗 二选一的回答 二选一的回答 一声 稳油 啥 转